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鎖定九點熱話題 我是秦林謙 小兄兄開始先來關注的是 藝人NONO被控性騷 受害者直播主小紅老師 在下午正式到台北地檢署案例提告 除了透露受害者 已經達到近25人之外 還曝光13年前有目擊證人 我個人發生事件的時候 其實是有 一度哽咽差點說不下去 直控藝人NONO的 網紅直播主小紅老師 現身台北地檢署 正式按理提告 各界關心準備了什麼樣的證據 他曝光13年前有目擊證人 這個看到的人 我們已經13年沒有聯絡了 他因為看到我開記者會 他嚇到 他哭了 他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說 我沒想到你忍這麼久 我也沒想到你這麼勇敢 接到這通意料之外的電話 小紅老師起初 甚至不知道 這電話號碼到底是誰 哭出來了 因為我在想說 很多事情是深埋在我心中的秘密 我以為 我沒有去面對就是沒事了 結果沒想到 他一句話點醒了我 小紅老師指控NONO性侵未遂 藏至猥褻 兩項罪名 他前一天才公開 二十名受害者的懶人包 數量還在中加 至今已近二十五人 我必須要確認比較多的事情 所以我必須要不斷的 問他們問題 等於我又一直 一直不斷的挖他們的傷疤 我每當半夜都會開始 大哭崩潰 大概我都會哭到中午吧 所以我幾乎這十天以來 從發文開始 我都幾乎沒睡覺 也沒吃東西 面對攻擊輿論 仍然鼓起勇氣站出來 要揭發NONO所作所為 對此NONO經紀人回應 那就交由司法調查 歷經兩小時偵查的小紅老師 事後聽到這件事 眼睛突然亮了起來 雙方準備正面對決 TVBS新聞 莊祠元 是臉台北報導 不管是首放副架女子大腿 一邊滑手機 還是甜言命語對話記錄 這本陳鋒八年的相簿 都是被指控至少對二十五人 伸出魔爪的NONO留下了鐵證 時間線最早從2003年開始 直到2015年 NONO鎖定的對象 大多是二十多歲的女子 其他竟然還有未成年少女 依照描述的內容 法界人士認為 NONO涉嫌性騷擾就有六人 涉嫌強制猥亵有七人 涉嫌侵犯多達五人 還包括多起言語騷擾 我們要對NONO成軒玉先生 提出性騷 性情 性情畏罪 強制猥亵 性情畏成年少女等等罪名 一位一位借力棒的過來 進行提告 NONO案從揭露到提告 整個過程宛如七年前 情委案的翻版 所得罪之處 表達最深最深的歉意 當年女造型師開直播哭訴 遭情委性侵 讓不少被害人出面執政 情委因子被判七年八月 還在坐牢中 如今歷史又重演 當事人們願意主動執政性犯罪 因為大環境不同了 以前不會知道 藝人是可以決定 能不能繼續上節目還是不行 然後可是當 一些大哥對你做很多邀約 你很害怕 你不恢復 好像又對大哥沒禮貌 以前的演藝圈 或是以前的那種方式 是有點偏向這樣的 北檢最快7月3號就會偵辦 但因為時間久遠 市政不明朗 暫時會將案件分為他自案 把NONO列為被告 控訴人也將跟NONO正式進行 司法對決 TV新聞成員人吳宇阿泰 台北報導 NONO捲入性醜聞之後 神隱至今 只透過經紀人簡短回應 過去他一集通告 大概能賺近2萬元 如今演藝事業全部停擺 佳績落在妻子朱海軍肩上 朱海軍就被直擊 29號現身台中的傷眼 似乎難忍傷痛 穿粉色套裝 台語歌手朱海軍 在丈夫NONO爆發醜聞後 被直擊29號晚上現身台中傷眼 似乎想到最近的低潮 情緒失控 朱海軍淚灑現場 還問能多給溫暖掌聲嗎 台下觀眾頻頻喊加油 朱海軍還哽咽的說 你們愛我嗎 這場由台灣省不動產開發工會 前線在台中演出 約一個月前就敲定朱海軍 儘管NONO被M2連環報後身影 朱海軍還是照跑行程 一場傷眼能賺10到20萬 NONO一集通告 酬勞將近2萬元 如今全部停擺 家計勢必都落在朱海軍肩上 事情爆發後 NONO跟朋友創立的炸物公司 立刻發聲明緊急切割 當時就是主打藝人名氣 為人所知 但其實NONO夫妻倆 副業版圖還不小 運運總監 NONO先生 來歡迎總監 例如投資保健食品 當時情人節 NONO跟朱海軍還一起出席站台 不少藝人業配力挺 台灣人最愛的手搖引 也少不了 NONO多次發文推銷 不少顧客也慕名而來 除了食品 NONO還承扎200萬 投資器材 跟三名合伙人 在台北市西門町 合開髮廊 副鮮兩副業投資 可說是相當低調 從吃的到用的都有 目前已知就有五項 不過其中的美式餐廳 還有手搖店已經倒閉 NONO跟朱海軍結婚十年 之前因為爭議一起出面道歉 如今NONO爆發性醜聞 身為妻子的朱海軍 一舉一動也引發外界關注 TV新聞綜合報導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角逐 國民黨提名失利之後 動作還沒停歇 除了頻頻拜會地方人士 跟黨內要繳 現在團隊更招兵買馬 要嚴覽前國民黨 馬英九辦公室的發言人 站在前頭筒馬英九身邊 引導他往後點 別往前 這位強法妹 除了得把馬辦大小事打點 還負責對外發言 但現在正式加入郭台銘團隊 發現有資訊的錯誤的時候 也有即時的和對方反應 現年28歲的洪玉倩 承認國民黨紀念部副主任 國民黨與馬辦發言人 如今加入郭辦 似乎也替獨立參選 增添想像空間 所有的黨工幹部 跟黨務同志都整合在一起 明天擁有我們黃富青黨部的 一個團結大會 不管是韓市長也好 或者是這些重要的支持者 都會跟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 再次韓國團結 何況7月1號 侯涵又將迎來 參選後的首次同台 但如今卻傳出郭台銘 端午連假期間 曾拜會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並表達有意 並共民眾黨自己來選 不過既然建了王金平 四年前的組合 民眾黨的柯文哲也被找上門 但原定29號的碰面 卻因柯文哲的種種顧慮 宣告無緣 只是郭柯碰不碰面 消息似乎都來自柯震營這邊 而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普聰 接任侯友宜進辦的執行長 他主要出手是要挽回 侯友宜的兩大頹勢 翔森永 趙友珍 記者邱婉柔 侯友宜的進選辦公室 最近可以說是添了非常多的心思 那誰那麼來看一看 像副召集人林洪池 未來在新北的選情要靠他 還有曾明宗先任立委 可以說是地方組織的召集人 而國策顧問召集人杜子軍 另外還有副召集人謝龍姐 他則是要負責南部的選情 不過最受關注的還是這一位 就是前國安會秘書長 他擔任辦公室執行長的金普聰 金普聰我們知道他過去 可以說是馬前總統非常倚重的幕僚 而且他未嘗一敗 只要輔選紀錄都是贏的 來看到他從馬英九 還沒有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是他的秘書了 自從馬英九打台北市長選戰 當主席選舉還有到總統大選 都能看到金普聰的影子 那麼朱立倫在選新北市長的時候 還贏了蔡英文 當時也是金小刀金普聰負責操盤的 所以馬英九有金普聰挺侯友宜 等於是國民黨在驗證說 這全代會是不會換掉侯友宜的 但這代表說侯友宜的選情真的穩了嗎 前立委郭正亮自己就說 其實還是有兩大的觀察指標 因為侯友宜的競選團隊 也被人家詬病說 就是一個公務員團隊 但是金普聰節奏很快 而且他的出招是快很準的 侯友宜團隊可否磨合能否跟上 其實就是一個指標了 另外觀察指標就是侯友宜 是否可以跟上 但有沒有可能有效這樣問 郭台銘的參選意願呢 因為馬英九跟王金平 這樣動作等於就是接連挺侯了 再來韓國瑜也會表態 在國民黨大佬接連表態之後 這郭台銘獨立參選的可能性 這會漲低了 不過現在泛藍勢力遲遲還沒有完成整合 最新的民調顯示 新北市長和友宜的支持度 還繼續的探底 佔撒卡多的情況之下 以17.1% 已經落後給第二名柯文哲 超過10個百分點 跟孩子們一起玩仇 後裔難得露出輕鬆笑容 這球池一做就是20分鐘 藍勢基隆說是市政交流 旁人開口閉口 卻都是總統 跟未來中華民國的總統 把球做出來 只怕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畢竟最新民調顯示 在藍綠白撒卡都的情況下 賴清得以35.9%居冠 柯文哲則以28.6% 領先後裔超過10個百分點 且若再加上郭台銘 藍軍更將奄奄一席 侯國都以15% 位居墊底 與房磚下線幾乎平行 外面的風風雨雨浮河 我都會面對所有的挑戰 肯定堅信自己的步伐 市長可以問民調幾乎 沒看不算 什麼民調看都沒看過 或許一世之家人 最大的溫柔 因為現在就有 青綠粉專賬號 在賴群組中 說出雄為過的郭董 參選機率超過八成 要群眾協助 把連數的力量集中 一邊打綠營側翼 一面宣布好消息 像是一號中午 就要跟韓國瑜首度合體 只怕這局 在沒人拆彈比數 越拉越開 深藍王牌提早登板 看來也是 則無旁貸 而柯文哲呢 持續的拼聲量 日前跟網紅反骨 哪還合拍求佛舞 點閱率還破百萬 但是團獎酷炫 遭控偷拍性癌片 綠營側翼要柯文哲說清楚 一生我該怎麼辦 那只能求佛了 跟風最夯飾演版的求佛舞 搭配著節奏搖擺大壽舞技 柯文哲和網紅反骨男孩同框了 但阿伯出事了 因為站在第一排 身穿米白色的團長酷炫 被指控拍攝性愛片 不僅播放給團員看 還可能是慣犯 只要是我們合作對象 有涉及爭議 甚至是違法的事項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個影片給下架 他這個人蠻仇女的啦 所以我覺得 性騷這種事件對他來講 他應該無感 民進黨不放棄這好機會 毛起來狂酸 網路上側翼也助攻 要柯文哲說清楚 我想任何事件不要無限上綱 他們有感覺到明顯的威脅 所以在各個議題上頭 很明顯的要扣帽子 要來打擊柯文哲的聲量 因空戰一流的柯文哲 近期聲勢狂掌 民調不是作惡望一 就是直接從第一 但現在得面對的 還有留在市府的帳 在卸人前舉辦的陳柏 被稱為柯文哲的畢業展 黃珊珊的畢業座 佔期十二天 但館內人次僅十萬 未達目標 而這動用周密錢二倍金 花了八千四百七十四萬 不僅規避議會監督 議會再拍板不合銷 成為柯市府任內的第二筆待帳 為柯文哲市長做畢業典禮 在政策目標上 在預算的編列上 都是沒有辦法得到大家肯定跟支持的 全部都是台北市八萬名公務人員 在過去八年以來的施政成果 很遺憾最終還是政治鄰家專業 柯文哲民調走高 藍綠左右開工 不給好過 TVB新聞 無愧寧軒台北財法報導 眼前柯文哲民調持續攀升 賴清德現在也要回防台北市 穩住基本盤跟知識圈的選票了 再交給婉柔讓我們了解 儘管目前多份民調是顯示出 民進黨的總統參選賴清德 他是穩定領先的 但是他跟第二名的柯文哲 並沒有拉開明顯的差距 所以現在為了回防北市 穩住基本盤跟知識圈的選票 這賴清德正義預計在7月2號的時候 要成立全國醫界的信賴台灣後援會 因為賴清德這次醫界出身 要來跟同事醫生出身的柯文哲來PK 另外7月15號 也會舉辦藥界挺賴清德的活動 這兩場活動分別都在7月16號 民進黨全奈會之前 尤其還在柯文哲的本命區 台北市舉辦兩場 醫藥界的造勢挺賴清德 這也是要凸顯說 他踢管民眾黨並互盤民進黨 而且之後還會有月月有醫界相挺 8月有牙醫要組成後援會 9月有護理師跟中醫師 10月在南部也有著中醫師相挺的 為什麼這麼做 我們剛剛也提到 就是希望可以突破 這個民調三成的天花板 要拉開跟柯文哲的差距 賴清德正義現在的思考說 要強化原本的人設 這又是人醫治國 和同為醫生的柯文哲競爭中 要與上醫治國取得更多的優勢 過去在醫界都被認為是挺民進黨的 不過在柯文哲出現之後 這似乎不再是鐵板一塊了 會出現了分票危機 所以這也讓賴清德的基本盤 產生了一個動搖 民進黨回防台北市 請醫生站隊 也用意在告訴這個基本盤 跟知識的選民 賴清德才是適合治國的好醫師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 掃門旁邊的QR Call 加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即時訊息 帶你一手掌握 就來看賴清德在台大演講的時候 表示義務役軍人不會前往海陸空前線戰場 被解讀為義務役不用上戰場 但國民黨立委馬文軍 拿出國防部三個月的報告 就提到了義務義男優先補充守備部隊 就問他到底為什麼刻意誤導大眾 歷經多年努力 國防部終於將948位孤軍英靈 從泰北迎回中華民國 等了70年的儀式 莊嚴肅目令人動容 70多年 終於可以回家了 也是我們一輩子的盼望 真的很高興一定可以入席 我們中華民國的忠烈士 一起可以跟同袍在一起 滂沱大雨中 國防部仍派出樂隊近百人 一度在雨中助力 就為了完成原定引領移程 但天上雷電交加 大雨中還有樂器 擔心危險 國防部長求國政邊走邊碎念 新唐國軍也為了安全 不只取消樂隊 原本從正門一路穿越 也改為繞道長廊 今天確實落雷的部分比較大 那部長考量到我們所有官兵 尤其是在落雷 有可能造成危安的狀況之下 那麼請我們承判單位做了一個調整 而同樣擔心的還有一男家長 就怕青年正要上戰場 這段話也被解讀為 義務一不用上戰場 但國民黨立委翻出3月國防部報告 白紙黑字就是義務一男優先 補充守備部隊主戰部隊 次之打臉賴清德 這很明顯的是在誤導社會大眾 國防部也很明確地指出 不管是守備部隊或主戰部隊 其實義務一都會去面對 爭奪大選青年票 藍綠口水戰先交貨 TV新聞張家寶林佳慧 台北採訪報導 有美國的政治學者 針對台灣民眾做了一個民調 就是台灣人是否信任美國協防台灣呢 民調結果為何 再把時間交給婉容 美國的學者Rich最近是針對了台灣人 做了一個台灣民調 題目問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中國大陸攻擊台灣 你覺得美國會來幫忙協防嗎 來看到相信的人有35.47% 但是不相信的人是突破了六成 比例是蠻高的 但是如果政黨傾向交叉分析來看的話 其實民進黨的支持者 多數都是相信的高達73.65% 而國民黨及民眾黨的支持者 其實不相信比較高的有85.01% 這也代表說民進黨的支持者 會相信美國來援助可能是接受 民進黨政府的說法 但是分析國民黨民眾黨的支持者 他們比較傾向認為 美國只是說說而已 只是口惠 他自己也說 民調研究的結論 仍是台灣人 對美國是否協防台灣的 這個承諾是存疑的 而且美國智庫戰略 跟國際研究中心的模擬 也顯示出了一項事情 美國防衛台灣恐怕會造成 數以萬計的傷亡跟損失 這樣的結果其實讓美國人自己 也非常的憂心 所以華府美國大眾 能面對這樣的防衛承諾 其實也是有待傷缺的 是否列入美國的外交政策優先 項目目前也並不明確 尤其是美國總統拜登 雖然他的發言是轉為戰略模糊 以為美國承諾對台的防衛 但是白宮事後也澄清 其實目前他們沒有這樣的意圖